不用加錢也有嗎? 對,普通也有 喔,好棒喔 大家好,我是K 今天和大家一起去Colventry這個地方看看 Colventry,中文又叫做 巧聞水又或者高雲地利 是在中部的一個城市 它在Birmingham的東面 如果在Birmingham開車過去 大概只需要40分鐘 也是近年很多香港人選擇的落腳點之一 所以我們今天 再來看看Colventry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以及也參觀一下周圍的景點 例如第一個要來的這個地方 就是Colventry的Transport Museum 交通博物館 大家來之前記得上網買定票 就可以便宜一些 而且這張票也可以一年內無限進入 這個博物館分了做上下兩層 而兩層都展出了不同年代的 一些交通工具 所以如果要在這裏參觀 也要預留一定的時間 也不怪得這個博物館的入場券 可以讓你一年內無限次進入 展廳第一樣展出的交通工具就是單車 第一架單車是由德國的貴族在18世紀的時候製造出來的 所以大家透過這個展廳 就看到單車一開始跟我們現在踏的模樣很不一樣 而且這裡也有一條很有趣的影片 去介紹單車的起源 去到19世紀還會見到這些比較新奇有趣的單車 可以很多人同一時間一起踏 又或者見到這些有大小輪之分的單車 那就方便人可以踏的時候踏快一點點 當然也不少得那個年代女性主義和女權的崛起 而女生都想踏單車的時候的一些爭議和服飾 說完單車又怎會少得電單車呢 在這裡大家也可以看到初代的電單車是怎樣的 同一時間也有很多不同款式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有玩完電單車的朋友 就記得一定要來這個博物館參觀一下 一定會令你大開眼界 除了日常生活見到的單車、電單車、汽車之外 這裡甚至乎一些軍隊裡面才能看到的炭克車都可以看到 而且這裡也有一個展區是跟戰爭有關係的 例如會教大家怎樣去分辨自己的朋友 又或者敵軍的飛機 最特別的就是這裡有一個體驗的方式 去了解一下戰爭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記得一定要來這個博物館去參觀 走完博物館 我們就回到這個Couventry的Cathedral這裡看看 現在畫面看到的就是舊座堂那一邊 不過很可惜它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炸毀了 現時就剩下這個驅殼 而在舊座堂這裡也有一個展示牌 告訴大家以前的時候這個座堂是怎樣的模樣 剩下的驅殼和這些破爛的玻璃也都告訴我們 戰爭的殘酷和平的得來不易 戰爭過後政府就決定在舊座堂旁邊的位置 再建一座新的座堂出來 新的教堂是由巴蘇·史佩斯著士設計 它的設計象徵著戰後的反抗和對未來的信心 而這個設計也是二十世紀粗野主義的典範之一 所以教堂不是哥德式的建築風格 看上去就自然很不一樣 但是同樣都給人一種莊嚴和寧靜的感覺 而這一面彩繪玻璃就跟我們平日見到的很不一樣 所以大家來到這個座堂記得停下欣賞一下 走了這麼久就當然肚餓要找東西吃 其實Coventry這裡我們都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譬如這裡就有壽司店可以吃到日式的壽司料理 不過我們就不太有興趣 所以再走前多一點 也都可以看到有其他吃村菜和中菜的一些餐廳 看起來其實都很吸引 不過我們今天的目標都不是他們 而是後面這一間有很多好評的月式餐廳 進來當然要第一時間看看菜單多不多食物 其實餐廳裡除了提供小食之外 也都有一些月式的麵包 又或者飯類其實的選擇都很多 除了月式炒飯之外也都有一些咖喱飯的選擇 當然不少得的就是一些月式湯粉 或者混合也有 而且也有一些特色飲品可以選擇 想好吃什麼之後 就要去店前面的位置落單給錢 他們只是收現金而已 所以大家來之前就記得大夠錢 等了不太久 這個食物就離齊了 這一碗月式湯可 看起來都非常正宗 而且湯紋落也很香 而且看起來表面也很清澈 沒有油 味道適中不會過鹹 而這些牛肉看起來就很薄 不過其實吃起來都比較粗 沒辦法 英國的牛肉都比較瘦 唯有就接受它 不過最令我驚喜的就是這一碗的河粉 河粉又薄又滑 配合濃而不利的湯底 非常之好味 K先生就點了他們的咖喱牛腩飯 咖喱非常之香濃 我們都喜出望外 而且還有一隻流心煎蛋 所以這一頓飯我們都吃得很滿意 就我們那一天所見 其實Coverty都幾多亞洲的食物 剛剛月式餐廳出來之後 轉右走上去這一條樓梯 我們也可以見到其他不同的餐廳 例如這一間就是一間食串燒燒烤的店 雖然我們那一天未有機會試 不過好像都不差 而繼續向左邊這一邊看過去的話 我們也可以見到其他的亞洲餐廳 也有一間中式超市在這裡 而走前多一點點看到這一間紅柴 就周圍都會見到它 不過我們就還未有機會去試一下 而看看它的餐牌 我們就見到它跟快樂小羊差不多 都是可以吃到火鍋的地方 不過對比之下它的價錢就比較貴 所以我們就覺得寧願去吃快樂小羊 而旁邊這一間餐廳 我們就見到它有得吃燒美飯 那我們就打算看一下它的餐牌 會不會有價錢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看來看去都找不到 而看它的內容也都像是一間村菜餐廳 在來COVENTRY之前我們就聽朋友說過 這裡有魚市場 所以我們就來到這個COVENTRY市場 看看它會不會是BIRM的魚市場 這麼大有這麼多的魚檔 不過在場所見 我們就見到有很多賣蔬果的地方 而且蔬菜的品種也有很多 甚至在這裡我也是第一次見到英國有得買絲瓜 在那一天我們是下午兩三點的時候過去 所以就不肯定究竟會不會因為太安妮 所以最後就只見到這一檔的魚檔 門口右邊的位置就見到它放了一個凍櫃 凍櫃裡面除了有急凍魚之外 也有急凍蝦或者一些貝雷的海橙 而看過來左邊的位置就見到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海鮮 這裡的計算方法就是斷根呈的 所以就跟BIRM有些魚是一盤盤賣的方式很不一樣 這一檔魚檔的海鮮種類都很豐富 不過斷猜不到就是在這裡 竟然被我們發現到小朋友最喜歡的Baby Shark 走完街市出回來都已經是黃昏時分 那我們就打算走回去市中心的位置再看看 走回來市中心的位置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廣場 而這個廣場上面也都可以見到有不同的連鎖餐廳 又或者有一些日常生活需要的店 例如這裡也有一間很大的Prime Mart可以買衣服 可以買衣服 走了全天 對比起BIRM&COVENTRY給我們的感覺就比較舊一些 可以用一句說話形容就是麻雀衰小 但是五臟俱全 需要有的一些生活配套也都很充足 又或者香港人很喜歡走的Costco 其實在附近的位置也都有一間 而在剛剛廣場的位置再向前走多一點 我們就會見到有一間大小小的中超 那我們也都不妨進去看看究竟有些什麼 可能因為剛剛完了新年了 所以在這裡門口的位置 我們還都見到一些輝春和利是風可以買得到 中式超市裡面有的東西 這裡基本上都可以買得到 不過最特別的就是它竟然有得買日韓超 才有的一些日式和韓式的調味料 最特別的就是有這些比較少見的日式湯底料理包 不過價錢就比香港貴一點 COVENTRY給我們的感覺就比較小一些 但是就配到非常方便 無論住在這裡還是偶爾過來玩都不錯 就算通過了 有的錯誤 可以讓你們看著 隨著 港幣 對付款 一堆一堆 因為後面緊避開 入狂的時候